今天多斯拉会淘宝开箱两样产品 第一个是復古的冻水壶,第二个是不需要用电的门铃 现在先来开箱第一件产品 哇,掉了玻璃盖出来,幸好没有打烂,不然就麻烦了 原来它将玻璃盖放在这里,然后卷着就算了,也很随便 打开来看看,是一个玻璃水平 难怪用这么多气泡袋包着它,幸好是完整无缺,没有烂 它的设计有少少怀旧復古的感觉 就像玻璃长片时代,家里用的水壶 也是这个原因吸引我去买的 它是一个冻水壶,但也可以装热水,没问题 这个壶盖也是按照以前的设计 可以拿起来当一个水杯,倒入水喝 然后盖上去做一个盖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听这个杯盖拿起来 和盖上去的玻璃清脆的声音 来看看壶盖,之前我介绍你们买的冻水壶 都是强调手可以伸进去清洁的 我买这个壶盖的时候,因为很合心水 就立即买了,就没回意 就有少少种种伏 就是不可以手伸进去洗这个壶 要用这个刷 有少少不方便,但也可以接受 壶身有一些很漂亮的彩繪图案 有些金色的树枝树叶 有些金色的树枝树叶 飞着的壶壶,是隧壶象征吉祥的 有两只隧壶飞向旭日 还有些山景 它们的材质是玻璃的 不可以放在电涂炉内 用高温的煲水 如果装热水便没问题 我买这个冻水壶,是小尺寸的 1.1公升 它的壶咀设计是樱咀厚 倒水很快,很快就装满一杯水 亦没有漏水 它是有两个颜色 我这个是淨色 还有一个是圆彩色 圆彩色的贵少少 看看你喜欢哪一款 第二样在淘宝买到的东西 就是一世不用换电池的无线门铃 只需要把主体插上电锅就可以了 之前因为我的门铃常常没有电 朋友来我家 就投诉我的电钟 常常不响,令我好头痛 所以就去淘宝买了这个门铃 这个门铃为什么不需要用电呢 关键就是按铃部分 按铃的键我已经安装了上门 稍后我会再和你讲解一下 这个门铃的好处 它是铃标的,是三只脚的 適合我们香港用 不需要再加一个插素 方便点 这个门铃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只需要插在电锅就可以了 变成你整个屋什么位置都可以插 房、厨房、或者你是村屋的话 三楼、二楼、一楼都可以插 买多几个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接收距离是有150米 所以是村屋都没问题 门铃上面有两个按键 上面那粒是调校大小声 下面那粒是选择音乐 音量是可以调节的 这个是最大声的 再按一下 这个是小声点 这个是第三个 再小声点 这个是第四个 是最小声的 还有一个 第五个 只是斩灯 即是没有声的 因为你家里如果有BB睡觉 你可以教它静音 只斩灯 就不用吓它了 里面是预设了51首歌 那你就可以选一首適合你自己的心水 门中的按钮 记得不要黏贴在金属上面 因为这样会影响到讯号受到干扰 每一次按这个门铃 它就会闭啪一声很响 这个就是把动能转化为电能 是一世不用用电的原因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 亦好环保 今集就到这里了 下集再见 拜拜 你好 我是多斯拉 我的频道是分享生活上的好买 好食好玩和淘宝开箱的 未来会有更多的好介绍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打开旁边的铃铃 你就会收到我的新片通知